台风云却于三月登陆浙江地区,导致浙江东北部,上海,江苏东南部等的会出现大雨之暴雨的情况。 近来人在当地录制《中国好生夜》,那些停风也受到波及,他在饭店房内休息,没想到一室醒,房间都淹水了。 他随即掏出手机把画面拍下,还在片中求救,但不少却被他哀怨表情逗笑。 谢霆锋一起床发现房间进水,谢霆锋仅来在《中国好生夜》单店导师,没想到三月却遇到台风袭击,他虽然人在室内,但也受到了波及。 他睡了两个小时起床,突发现房间进水了,他在微博上与本次分享自己房内的景象,并称,好多水,Help! 谢霆锋拍下房内淹水景象,影片中,谢霆锋身穿白色T恤,摆出一副生无可略的表情坐在床上,他把镜头转向前方,之间房内放眼所记,无论是阳台或是房内的地上,全都淹水了。 他走到窗边时,明显何以听到片中不断传出涉水的声音,他还是开玩笑称,不是脑子进水,是房间进水了,最后他还对着镜头露出绝望神情,向大家求救,谢霆锋一副生无可略的神情向大家求救。 不少网友看了该影片后,孙飞笑颜,从你的表情,已经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你的绝望,怕什么? 你潜水那么厉害,可以游出去,但也有不少粉丝挨慰,浴水则罚,没事,你还有床,引起不少热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